好声音导演共认更多黑幕,那英因害怕被追责而潜逃,涉嫌将资产转移至国外,李文死因与他有直接关系。 近期,歌手那英陷入了一系列娱乐漩涡,令其备受争议,这一切始于刀狼的新歌《罗刹海》,该歌曲涉及那英,使得他成为舆论的中心。 紧接着,李文录音事件再次让他陷入困境,几天内,那英从风光无限跌入口碑危机。 近日,他以生病为由取消了一场电影节的餐演,并传出4.5亿房产抛售的传闻,引发了更多关注。 有网友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对他展开炮轰,而他的形象也因此受损。 近来,正值暑假,疫情趋缓,许多明星纷纷举办巡回演唱会回馈粉丝。 然而,那英的演唱会门票价格高达5000元,让许多歌迷望而却步,这引发了公众对于票价过高的质疑。 同时,那英卷入刀狼的歌曲和李文录音事件,使得他的演唱会受到了影响。 众多网友指责好声音节目存在问题,要求取消那英的演唱会,将场地让给需要的人,为平息愤怒。 那英宣布结束演唱会,然而事态却继续升级。 珍妮也加入了娱乐漩涡,通过发文封击好声音节目和那英,她揭露了好声音节目的黑幕,指责导师和组织不公平对待选手,让观众对节目产生怀疑。 珍妮的发声再次引发了舆论的热议,令那英进一步陷入娱乐风暴。 面对这一切,那英似乎感到手足无措,选择了离开国内,甚至被传出变卖房产移居国外的传闻。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让那英的声誉受损,也引发了对她的财务状况的猜测。 然而,这一切的发展也是历史的必然,好声音节目因为种种原因,逐渐失去了公众的信任,导致舆论不断升级。 那英在娱乐圈中的形象也在这一事件中遭受重创,或许这一事件将会引发娱乐圈的反思。 希望未来的综艺节目能够更加注重公正和透明,不背离初衷,为观众呈现更优质的节目作品。 根据法医的报告显示,李文的死因并非意外,而是一起严重的他杀事件。 据报告透露,李文在生前曾遭到凶手的暴力攻击,导致多处受伤,最终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 这起事件不仅让人们对凶手的残忍行径感到愤怒,也怀念着李文的才华和贡献。 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了一些关键线索,这些线索不仅揭示了凶手的身份,还让人们看到了李文在生前所展现的顽强。 求生欲和自我保护意识,据知情人士透露,凶手与李文曾有过节,而在案发到晚,凶手曾多次试图实施攻击,但都被李文巧妙地躲避和反抗。 尽管身负重伤,但李文并没有放弃求生的希望,他曾试图打电话报警,但由于伤势过重,最终未能成功。 这起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许多网友纷纷表达了对李文的怀念和对凶手的谴责。 一些知名音乐人、演艺圈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悼念李文,称赞他的音乐才华和为人的善良。 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关注音乐人、艺术家等文化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问题,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创作环境和生活保障。 对于这起事件,法律界人士也表达了关切,有律师表示,凶手的行径极其恶劣,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 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提高法律意识,尊重他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共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李文的离世给音乐界和整个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他的才华、精神和勇气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离世不仅让家人朋友和粉丝感到悲痛,也提醒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生命,关注身边的人,共同创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 在缅怀李文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如何在未来的生活中,更好的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加重视文化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问题,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保障和支持。 同时,我们也需要从个人做起,关注身边的每一个细节,尊重他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共同营造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社会。 李文的离世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生命的脆弱和珍贵,让我们一起为他的离世慕哀,同时也为他的音乐和精神所感染,珍惜每一个当下, 用我们的行动为这个世界增添更多的正能量和爱意。 然而等到8月26日之时,出尔法尔本尝试不敢奢望你们能和我继续走下去。 这样充满不甘与无奈的话语又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了正在熟睡做美梦的人身上。 惊起一片鸡皮疙瘩,这两份充满希望与不甘言语都出自同一个人,著名歌手珍妮。 面对这发生的一切,难免忍不住会问为什么他会这样说,这道曾经的连续多年霸榜收视力的好声音,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了更好地认识整个事件,我们先要回顾一下他的相关发展经历。 中国好声音是浙江卫视推出的励志转业音乐评论节目,于2012年7月13日开启首播。 明面上由浙江卫视和灿星文化两家公司共同制作,实际上由星空华文传媒下的子公司灿星文化来全权制作。 在节目播出的11年时间里,出道即是巅峰,尽管当下的综艺市场竞争欲演欲烈,但这依旧无法好声音的王牌地位。 另外,星空与灿星的CEO和总裁都是一个叫做田明的人,他之前为某省级综艺总监。 在好声音播出后的10年间,其母公司星空华文多次冲击IPO,于2022年成功上市。 正当人们沉浸在好声音节目的精彩内容之时,曾经担任该节目嘉宾导师的著名歌手李文的一段生前为学员争取正当权益抗议节目组的录音以及画面在网络上曝光。 瞬间引爆了整个互联网舆论,然而节目官方面对所谓证据直接发文撇清关系,录音画面吸引乐意剪辑,不存在相关问题。 显然人们并不会为如此敷衍地回答买账,直接的反应既是相关舆论的热潮越不降反声。 除了声讨以外,好声音节目的相关黑料在一时间纷纷被爆出。 一位曾陪女儿参加好声音的父亲说道,我女儿曾热爱音乐,想通过好声音的舞台来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我非常支持她。 然而当我们正式进入到其中时却发现,这个光鲜亮丽舞台背后充满了黑色。 在南京赛区的海选赛中,只有在交钱数万之后,我女儿才来到了地区的总决赛。 在总决赛某一场关键环节时,我女儿收到了某位评委的短信,要她找她单独辅导。 我女儿拒绝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其实观众非常认可,但是评委们却以一些奇观的评审标准来评判。 面对诸多真真假假的故事,人们都能以很高的参与感进入到其中,并对此疑问不止。 而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互联网平台上,人们走上演着卡普曼三角形戏剧,不断地推动故事的发声。 无论是李文的录音,是那位参赛者的父亲,还是某导师被恶意剪辑,故事里都出现了victim受害者Rascual,拯救者Persecutor迫害者这三个角色。 每当一个角色被扮演之后,周围的人为了维护这个三角的平衡,必然会在无意识中转而去扮演相对于的角色,而且在瞬息间即可转换。 就像一些网友在前一刻是安慰寻求正义的Rascual,下一刻可能就会变成攻击网暴的Persecutor,同样也可能变成被其他网友欺负的victim,正是他的存在维持和推动了事件的发展与前进。 除此之外,之所以很大,一部分人在没有确凿证据前都认为好声音有罪,这离不开社会认知一致性的特点,类似于海德的认知节度平衡或是纽科姆的沟通活动理论。 即使个体永远朝着最大限度保持或是恢复认知系统,协调一致方向前进,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更愿意相信他有罪,而不是接受他的清白的辩解。 在广大群众对他讨伐的背后,蕴含的是社会认知的归因行为,人们需要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或是社会行为,做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出一定的解释。 为此人们会对其中的某些事物,某人某特点进行推论,并寻找其中的因果关系,这无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